2026地方選舉 民進黨人士認為 剛好遇上了多位國民黨縣市長屆滿 包含新北市長惠祐宜 以及台中市長盧秀燕 也是民進黨反攻的大好機會 對此頻頻被點名 有可能絞逐新北市長的立委洪孟凱 標達先做好當下的工作 新年快樂 龍虎探機 拱手作一護到恭喜 大年初六國民黨舉行開工儀式 黨主席朱立倫 前總統馬英九 前主席吳伯松 還有立委黨團三長都到場 黨內改革步調 朱立倫在提年輕人很重要 我們所有的長輩做年輕人的拉拉隊 我們做他們的支撐 我們不應該再成為主角 整個立法院黨團 或者是我們的執政縣市的重要成員 將來為重返執政而做努力 要以培養年輕人當作最高的一個目標 而下一仗要忙的是地方選舉 綠營人士認為新北市長侯友宜 以及台中市長盧秀燕借滿 是民進黨反攻的大好時機 我現在全心全力 戀之在之 認真為新北七七零來打拼 我們每一個地方都有好多年輕的人 好多新的世代都是接班人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怎麼不會高雄呢 就算南部綠油油 國民黨也加大力度經營 不過第三勢力同樣瞄準縣市首長 一旦陷入三角都 傳出藍營優心會被民眾黨綁架 剛剛選完我們就好好做事情 尤其我們在15個執政縣市 讓民眾感受到國民黨 是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 為大家打拼 我相信在良性的競爭下 哪一個黨團表現得好 哪一個黨團真正為人民做事情 在2026的選舉中 就比較有機會獲得人民的青睞 展現大黨自信開工第一天 站穩腳步 這有范昭雲杰 台北朝廣報導